高血压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健康问题之一 而饮食中的那摄取与血压紧密相关 摄取含有丰富钾的水果 像是香蕉、巴勒、木瓜等对于稳定血压有益处 营养师戴家朱指出 有研究发现增加摄取富含钾的食物 有助于平衡饮食中过多的那进而有助于降低血压 而钾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八种水果稳定血压 根据营养标示资料 一些水果含有丰富的钾 不仅有助于稳定血压 还对健康带来很多好处 以下是一些含有丰富钾的水果 一、香蕉 香蕉不仅具有甜美的口感 还富含钾 每根香蕉含有约360毫克的钾 二、巴勒 巴勒肉质鲜美 除了富含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外 有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 抗发炎和预防便秘的功效 也是含钾量丰富的水果之一 三、柑橘类和瓜类水果 橘子、柳丁、葡萄柚、西瓜等柑橘类和瓜类水果 钾的含量普遍较高 除了上述几种水果 还有其他水果如椰子、木瓜、橘子等 也含有相当丰富的钾 想吃酱血压水果一天要吃多少呢? 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建议 每日每人应摄取两份水果 一份水果约一个拳头大 八分满碗 高血压患者可以选择降血压高甲水果食用 以没有服用降血压药的前提 帮助维持血压平衡 高血压最好都不要吃香蕉 食药署也说明 不是所有高血压者都不能吃香蕉 主要与目前食用的药品有关 有在服用降血压药的话 香蕉应避免食用 如有一律请向医师或药师咨询 代家主提醒 对于患有肾脏疾病的人 应谨慎摄取甲质 因为肾脏受损可能影响对甲的代谢 在进行饮食调整时 建议咨询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 以确保适当的摄取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